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強塔 那 強塔這個有什麼好分享的呢 就是前一陣子因為3月的時候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這個 我強打就是10趟 開出來以後呢是2000分左右 然後因為很久沒有打強塔 所以就想說那不然我來玩看看好了 結果沒想到就一直狂輸 輸輸輸輸到最後就是輸到這個1885 然後我就想說應該不會再更慘了吧 然後上面還寫一個pinch就是危險 難道會掉回去嗎 那我就繼續玩 結果真的掉回去我就掉到s加9 然後我就想說應該p一下就可以再回到x 結果沒有我還是一路輸到s加7 那真是非常慘 所以就是最近為什麼都沒有出影片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實在太沮喪了 所以我就思考了很久就重新 學習一下這個到底要怎麼樣打上x 那才從中間發現到說 因為太久沒有玩 所以很多觀念都已經 呃喪失了 對所以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 呃分享一下就是 我這個從s加7這樣慢慢再打回 x的路途上我 呃學到了什麼東西 對然後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呃好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 在這個地方就是 應該說分享啦 這是戰後檢討 然後主要還是我爬上來以後 呃主要發現一些所謂生存意識的東西 跟我們真的還是要觀察 之後再出發會比較好 因為呃有的時候出去然後死掉 其實最最常發現就是 其實根本看不到敵人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死掉了 那還是得要掌控好敵人的動向以後 我們再出去會比較重要 好的那右下角大家會發現 我有寫了一個KD數齁 那其實殺人數真的不是重點 重點是呃死亡數其實蠻重要的 但是當然也不是說都不出去 如果譬如說你的殺人數很少 死亡數也很低的話 那代表你在這個場 這可能或許沒有起到太多的作用 但是這真的絕對不會是唯一 重點還是在對著時機點 做對的事情 譬如說你在對著時機點殺到人 然後在對著時機點沒有死掉這樣 那我會分享兩場 就是呃我在這兩場裡面的死亡率是比較低的 因為畢竟在隊友都死掉的情況下 如果自己可以活著的話 相對的講一定可以壓制住敵方 那就比較不會有造成被逆轉的局勢 好的那一開始對方是這個熱漆 呃新的那個爆裂槍 然後雙槍跟灰槍還有綠槍 那一開始我還是會先丟個炸彈先不要前進喔 然後確保一下這三條路 那我們之前沒有講解這個場地 喔這個場地其實等一下如果有小地圖的話 我們再來講 我剛剛應該好像有開過 沒關係我們繼續看 好一開始就是還是先右邊 喔馬上就抓到了 因為這場地其實就是蠻像方格企 所以其實蠻容易會有人躲在那個巷弄間 做一個偷襲 所以其實要比較避免直向的移動 橫向的還是要看 這個時候先來丟個大絕 然後稍微往前推 因為我隊友已經丟了那現在是3打2 好現在往前推還不錯 好這個時候上來這裡 就是這個地方其實蠻 蠻關鍵的位置就是在場地的這個地方 可以藉由上塔然後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其實是敵人壓制我們 蠻常會看到的一個地方 好這裡有沒有敵人 沒有好 好我們現在又往前推了 OKOKOK 所以站在這個位置可以防止就是敵人來對我們進行一個壓制 那我還是比較習慣站在後面 好這裡有一個 好抓到雖然沒有及時能救隊友 先放個大絕 就是還是壓制一下 雖然塔往後跑了 但是我們可以上一下塔 點一下 點一下馬上離開 呃太遠 OK敵人都復活了 先退回來 把地塗一塗 這個自家陣地真的還是比較重要的 喔喔喔 好 好水刀水刀在強塔真的是非常好用喔 好這邊也補一下 預防會有敵人下來 好再看一下塔 這就是會卡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 嗯 比較 因為他的路口很狹窄 所以就是防守其實很好防 進攻反而真的不太好進攻 喔喔 喔喔喔好好拿下 好放大絕 這裡有一個 喔喔不行 欸有有有剛剛這個 欸我們倒回去看一點點 欸倒回去看一點點 好趕快死趕快死 好就是這裡 欸這個場地齁就是 呃它有 就是這裡是上面的一條路可以下去 然後這是第二條 就是中間有兩條路可以出來 好這裡有一條路可以下去 通常呢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說 呃如果塔現在已經在 這一個位置的情況下 因為這個兩邊都是要走 從出生點走上來才會到的 然後這裡有兩個小出口 這有兩個小出口 所以等於說 呃還有這個高台 這幾個都是防守很好的據點 那當然對於進攻方來講 他們也會知道 一定會有敵人躲在這裡 所以就是 呃 這個 但是防守來講 真的是會比較好防守的 對 就是常常會在這裡死一坨 然後塔就被推回來 所以因為塔的前進 嗯是這樣子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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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它還在大空地的時候 其實如果地都是敵人的時候 其實就不一定真的要 卡在這個前面去做一個 呃 怎麼講就是把塔槍回來 因為有時候反而會全滅 然後讓敵人可以順順的推過去 畢竟死掉就是8秒 死一次就是8秒 所以我們讓它這樣子 推到某一個關口的時候 它那個定點關口的時候 它會在這裡卡個幾秒 這個時候就是 比較好去做一個 呃 反擊把塔搶回來 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對於地圖 還是要稍微熟悉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會有三條直線 可是這裡都會有一些巷弄 它其實真的有點像一個棋盤格 但大家都會比較直覺的 就是往前走 所以真的會忽略掉就是這些啊 這些在巷弄之間的小點 那這個時候其實 如果你知道冒然前進 真的很容易就會被發現 然後可能就會死掉 可能會有敵人躲在這裡 就是這一個場地 也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躲的 好的 好的 欸死了兩個 現在是2打3 好 我出來了又死一個 還是2打3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完 不往前線飛 欸我還是往前線飛 好好好 滿囂張 你看你看看這個這個 剛往前線飛 這就是 非常不良的示範 剛剛其實根本不需要往前面飛的喔 在我們推到了某一個定點的時候 當人數過少的時候 我們還是應該要 呃慢慢的出發 然後 把地都塗一塗 那確保可以把敵人防守下來 這樣子 就是還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概念 因為 呃最近發現其實 有的時候真的 不必要的對槍 真的是可以省掉 畢竟 這個遊戲的模式是什麼 比較重要 搶塔呢 就是把塔搶回來 推到家 所以其實到底要殺了 看到人就要殺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可能塔已經跑回家了 但是我在敵方的陣營裡面 跟人家對槍 那這時候其實完全就是被騙走了 對 好的 這個時候生存意義是還是很重要喔 還是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自己家裡的地這樣 是什麼狀況 這邊要圖一下 所以可能走一個蛇形的路線 在巷弄間穿梭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時不時的就是 左邊看一下 右邊看一下 左邊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人數比較少 出於劣勢喔 但是還是先把就是巷弄間的地補一補 不要讓他們可以 直接衝過來 做一個 繞被之類偷襲的 喔喔喔 好 我們現在人數是處於比較 劣勢的狀況喔 先退 那我大覺超不快存出來了 換個位置 好的 欸欸 哇危險 對對對這也是我剛講 就是大家其實都會知道 你大概從哪個地方出來 但是就是 你要 遊走各個 可能可以出來的出口 等於說 為你的隊友製造機會 或是讓隊友為你製造機會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蠻建議大家可以 痾 痾 就是站的時候就是 如果 兩個建築物 痾 比如說不管你是從這過來還是從這過來 我們還是蠻建議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不要站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實在太正中間就是 人家一彎過來一定可以射到你 可是如果你比較貼近 痾 我聽高手的朋友說 就是 大概70度吧 如果站在45度角的話 或是比如說像這種正中間就是很容易被瞄到啊 就是大家可以跳一個比較 靠近 遮蔽物的地方 躲會比較好 好 nice nice 剩50秒 這個 一分鐘真的很關鍵 我覺得 各模式都一樣 就是剩下一分鐘真的很關鍵 就是 因為這就分秒必爭啊 就是 死了一次就真的是 8秒 很長啊 8秒是指 你到 直到你可以開始移動 的時間 這樣 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 這時候大家覺得我 我都會留著 想說剩最後秒數的時候 再開 好看到一個 看到 好 隊友幫我cover 好剩20秒 這時候開 然後再顧一下後面 因為有時候這時候真的會有大反攻 啊 馬上就被殺死 在最後死 這個就很 不好啊 但是但是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呃剛剛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什麼來著的 這個 那個那個爆裂槍 就他沒有馬上 衝回家裡去 也是 可啦 但是如果要是我隊友 剛剛沒有死的話 可能就會直接推到家裡 好 進入延長喔 好的 這時候就要小心了 大家都會開大絕 開始瘋狂 這時候就是我們要好好接受 因為我們已經推到14了 喔 冷靜的 把塔拿回來比較重要 呃隊友衝過去了 耶 好的這是我們第一場 這個從那個 這個 x掉下來真的是 非常痛心啊 就是覺得 開始懷疑人生了 大概連輸十幾場應該有吧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也是 因為你很久沒有玩 觀念都 掉的時候 真的是 就會狂衝啊 看到塔就想上 好第二場 1970 兩個狙擊 這個遇到兩個狙擊 不一定會是組隊事故喔 因為 狙擊 在強塔上很準的話 其實也是很可怕的 好這個 那個超市的場地 就是我們也是 在這個地方先下了 丟了一個飯糰之後 就看一下情況 觀察 觀察這還是比較重要 還有自己家裡的地 然後塔就是上了一下以後 我就趕快落跑 然後左邊這一塊 我這樣 這次打回來以後 還是發現 敵方家裡的右邊 我們的左邊這裡 其實這蠻重要的 如果有把他拿下來的話 進攻會很好進攻 好 這時候 我想上塔 但是被水刀畫了 上不去 然後就 再加上右邊有數球 殘殘殘 不好示範 就是硬要上塔 喔 但是這一場蠻酷 這一場我就死 剛剛那一次而已 所以就是生存意識 在這個 我爬回X的過程中 就發現這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 真的是死 死了 就什麼都沒了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有好幾次都會是 你的隊友就是剛好三個都死了 那如果你沒死的話 你還可以把地補一補 然後拖個幾秒 讓你的隊友出來 最起碼不會被真的直接推到家 但是有時候 如果剩一個人 然後你還狂衝 然後死掉了 或是全部一起死 那真的就是直接讓人家送到家裡來 補地補地 好水刀開了 先下個大絕 然後 把左邊補一補 數球 OKOKOK 危險危險 那這裡我就 決定不跟他打了 因為我覺得 有點沒意思啊 就我也不確定我殺不殺了他 但是 現在塔如果還在中間 我不如去找隊友 做一個cover 比較好 因為就是我們的技術真的沒有辦法像 那麼高端的人就真的很厲害 不如確保 就是多多幫助隊友 可能會比較重要 畢竟不是一個英雄主義的遊戲 好好好地圖了 然後大絕開下去 然後我們再把地補一補 好有人來了 耶抓到 這時候就殺 呃大絕殺了一個 然後剛剛又抓了一個 直接衝出來 就是一個 對 這個 喔這個地方也蠻推薦的 就是大家都會 很多那個 狙擊阿 格林阿 都會喜歡躲在那個 躲在剛剛那個搶面這個地方 躲在這個地方喔 那裡真的是可以丟 很容易丟炸彈就可以炸到人了 喔喔喔被追被追 危險危險 命 命比較重要命比較重要 先跑 放一個飯糰 好 你看好家在我們都有 實時在補地 因為 嗯我在打的時候我發現 通常輸掉 也有一部分很關鍵 真的就是你會發現地圖上的墨幾乎都是敵人的 幾乎 這真的是有關係 就是圖地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才會發現你看像那個 我聽一些高手朋友們講 就是日本很多玩家 高端玩家 他們最看重的其實就是搶地了 就是一個最基本的觀念 所以也難怪 像那個七彈甲子圓阿 比的就是 不是占地 就是比土地 拿下 這個 好 再來上一下塔 然後還是把地圖一圖 嗯 七七跟四三沒有差很遠喔 這個地圖也沒有到很大 所以還是有機會 沒錯沒錯沒錯 你看這個隊友的一補就補得很漂亮 好 我們來放個大絕 然後也來補個地 OK 還有一個 好 NICE 2打1 絕對是比較有優勢的喔 比起1打1 好 我剛看到那邊有人游過去了 再丟一顆 把他趕走 再丟 好 塔跑回來 喔上面有敵人 上塔 40秒 這個時候 現在這個時候就很關鍵 要小心 抓到一個 2打1 喔後面有繞配 NICE 3打1 根本不用說 好 最後20秒 大絕下 塗一下 左邊右邊塗一下 10秒 3 3 4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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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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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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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回覆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或許我有些地方 還需要再檢討檢討的 對 那就這樣啦 感謝大家